就晚上回家就出帐了嘛 第二天早上一把就开车就开车上班了 对对对 就出一晚上 我经历的是出一晚上 我今天 苦不大呀 对呀对呀 来那么多气就去今天没有 对呀 这个饼链确实好用 我这个链很重 不重 我这个链 core 你那个链是100,100,200 好今天2012年9月6号 10月6号 10月6号那个那个 十月黄金周 周末咱们四个人 孙叔 我 树叶 还有那个谁 第一次 黄飞红 黄飞红第一次跟我们一块 跟我们一块来钓石斑鱼 他第一个先上东西 钓了一只那么大的 那个螃蟹 那两只蟹熬是肥的不得了 然后那边 那边有两个人在钓 太远了 看样子应该是 也是华人 其中一个刚钓上一条老鼠斑 不大 目前除了这只螃蟹 鱼咬钩的 目前就是我咬过两次钩 一次挂底 最后把线拔断了 拔断的时候鱼还在钩上 还有一次是脱钩 没收上来 咱们现在又是到这个小岛上 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 现在涨潮 要等到下一轮退潮 才能回去 11点半啊 孙叔终于咬钩了 孙叔 是孙叔今天第一次咬钩 我今天咬过四五次钩了 都没钓上来 孙叔今天没咬过钩 希望这第一次咬钩就能上鱼啊 等老了 等老了 那边那个韩国人 刚才我说是华人 后来跟他交流过了 他韩国人 也上鱼了 他现在已经六条了 三条鳗鱼 三条其他十斑 其中有一条老鼠斑 现在好像又上一条 哇 十九宫哎 第七条大十九宫 这条不小哎 哇 孙叔这有一条 孙叔 孙叔 不知道什么干 不知道什么干 慢慢了 早上某里头熬了 都在 都在等着吗 慢慢了 不知道什么干 这边长潮长得很厉害 我们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 后面路全都给水封死了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孤岛上 哇 那个韩国人厉害啊 他比我们晚到的 到现在已经七条鱼了 一会儿一条 一会儿一条 刚才其中 刚才有两条鳗鱼 一分钟里边 上一条鳗鱼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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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 一分钟里边又上第二条鳗鱼 早上来的时候 早上来的时候 本来我想说去这个岛上掉 那时候水位没那么高 但是这边路也是给切断的 但是水还很浅 汤着水能过来 汤着水能从那边过来 能上这个岛上 如果水位很低的话 有时候这一条整条 从岸上到这边的路是干的 早上我其实想上那边去 但现在已经过不去了 现在这水位已经很深了 两只海豹 在钓了五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的树叶 第一个上鱼了 一条不够法定尺寸的十九弓 我说实话这个尺寸 就算合法定尺寸 我钓着我也不要的 我也不要 这太可怕了 你也别摘钩了 我跟你说 你也别摘钩了 直接甩下去把它当鱼耳吧 你把钩尖 把钩尖戳一点出来 直接拿它当鱼耳吧 鲜龙活跳的 还能钓上 还能钓条大鱼我跟你说 对吧 除非雪鱼也吃不下去的 这个 这个太不好意思了吧 这个尺寸 我的 呵呵呵呵 十九弓 啊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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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海豹 这上面一只蓝海豹 在睡觉 这也 瞧 我瞧 那些韩国人走了 我们四个人都钓不过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比我们晚到 一个人高高钓七条鱼 四条石斑 三条海曼 三条曼鱼 高高兴兴的 第一的七条鱼回家了 才半天时间 咱们四个人 到现在 这成绩 太恶劣了 我们的森树再次咬钩 顺便说一下 刚才那个咬钩 刚才那个咬钩最后 四条大鱼 没钓上来 那鱼把鱼钩 把铁的鱼钩给咬断了 钩子断了 现在再次咬钩 老鼠斑 老鼠斑 公的老鼠斑 哇 森树不愧是森树 老鼠斑王 不够啊 肯定不够 要十二寸 刚才那条鱼真大 最后 最后上来 铁钩子断了 老鼠斑 老鼠斑老鼠斑 老鼠斑 再怎么它也是条鱼啊 不够不够 这儿 这儿能上钩的应该是十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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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叶咬勾了 小心小心 树叶咬勾了 哇 十九宫 十九宫 哇 树叶把 树叶把刚才 刚才钓的那条 不够尺寸扔回去了 十九宫又钓上来第二次 哎呀 就是刚才那条 这条大一点 哇 十九宫 哦对 这条还没到不好意思的程度 刚才那条是真不好意思 这条我也很不好意思 十九宫 那边那边有两 两个 两个应该下是应该也是亚洲人 女的在钓 很少见到 很少看到有女的来钓石斑鱼 女的钓鱼有 但是女的钓石斑鱼 基本上以前从来没见过 估计也可能是在网上看见 我在 我 我瞎想啊 可能是看见我的那些视频 什么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是华人 那边另外有一个人 一个人自个儿在钓的 看着他钓上来一条老鼠斑 好这条十九宫你准备怎么怎么处理 我想拿走 还是算了 太小了 这能吃吗 这么小 对 对 好